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Wild8 IG Story更新 祝我们的野生救援大使王一博生日快乐 王一博的穿山甲纪录片 寻护者下集也已经在优酷上线了 同时,YouTube上也可以观看 寻护者了扼鼓掌中国人 保护穿山甲的努力正在让全世界都看见得意 快点加入我们的队伍中来吧 一起为宣传和保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穿山甲努力呀 心底总是软乎乎热乎乎的酷盖 会小心翼翼像捧着珍宝一样捧着小小的穿山甲 直呼太可爱了 会细心的体会 感受触摸穿山甲的感觉 能感觉到掌心下厚厚铠甲下的温度 会在科研人员说起收回的寿家和裂套时 直言没有见到真正补到的样子 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当然也不太想见到 看纪录片 不仅仅能看到真正用心参加拍摄的野生救援工艺大使王一博 还能看到更真实的更有温度和柔软内心的王一博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纪录片 关注穿山甲 一起为穿山甲点亮希望 王一博与穿山甲同框 网友疯狂热议 惊喜出现 王一博 作为野生救援工艺大使 近日参与了一次野生动物救援任务 主角是一只可爱的穿山甲 这次的任务不仅让王一博的粉丝们更加了解他的公益行动 更让更多人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穿山甲 作为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森林中扮演着重要的生态角色 它们帮助控制白蚁种群 维持生态平衡 是森林的卫视 然而 由于其极高的药用价值 穿山甲受到非法贸易的威胁 需要我们共同保护 在这次救援任务中 王一博展现出了他的热爱和责任心 穿着隔离衣 他亲自驾驶摩托车进入森林 寻找受伤的穿山甲 一张照片中 他蹲在一只穿山甲旁边 看着他忙碌的搭建巢穴 充满了有爱和关怀 穿山甲遇到威胁时会卷成一个小球 用坚硬如铁的鳞片保护自己 这种特性让人们赞叹不已 也更加意识到穿山甲需要得到保护 王一博在街舞点评中展现出他的专业素养和团队意识 他指出个人不应过度凸显 在团队合作中应更注重整体 这个观点得到了粉丝们的赞同 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他的深刻见解 王一博的魅力在于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艺人 更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公益大使 他用心关爱野生动物 用行动传递正能量 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责任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王一博一样 关爱动物 保护环境 让我们跟随他的步伐 共同努力 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我们的家园 最后 让我们用行动来传递爱和正能量 让世界充满温暖与希望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感谢王一博 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美好 愿世界更美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